对比一下,这是小飞机起飞 这是空客A380起飞,大飞机 现在我们完整看一下空客A380空中巨无把 全世界最大的民用客机起飞过程 由于它的重量实在太重了 所以相对于那些小飞机来说的话 它的话要到差不多快的跑到了尽头才起飞 现在已经离开地面了 看起来真的非常大 相对于那些小飞机来说的话 四个发动机都打转过 这栋楼的楼顶上不去 所以只能在这个最下面一层来开了 过段时间,现在我所在的这栋楼肯定也要拆掉了 现在飞机是由南往北起飞的 这里是花都区花东镇三下村 在这个位置排飞机的话 飞机都是从中间跑道起飞的 A380也是从中间跑道起飞的 但是A380降落的话 它是在最东边那条跑道降落的 在这栋楼肯定也要拆掉了 这栋楼肯定也要拆掉了 这栋楼肯定也要拆掉了